各位同學,上次我們初步學過隨時變境的描寫手法 這是一種都幾常用的描寫手法,在詩歌中都有例子 例如春風桃梨花開日,秋雨不同葉樂時 第一句是描寫春天的景色,第二句是描寫秋景 時間的變化很明顯,景物都隨著時序變化而有不同的特點 好像春天桃梨花開,去到秋天不同葉樂 在我們學習過徐衛南山陰道上這篇文章 以描寫為主體 文中又有沒有運用到這種描寫手法呢? 是有的,例如下午一片邪輝,影照河面 有如將河水倒了一層黃金,一群白鴨聚成三角形 最灰五的一頭造響道,最後的是一排瘦隻的 在那道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 太陽落山了,他的份外紅的強光 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 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 浮在山腰裡,這時他的光已不遙眼了 山也暗淡了,雲也暗淡了,樹也暗淡了 這紅球原來是太陽的影子 蒼亡無色裏,有幾點星火在哪邊閃動 這時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匆匆回去 在第一例,作者指出的是下午所見的景色 他描寫河面,被太陽的邪輝照耀 有如渡上一層黃金,跟著他描寫河上的動態 即是動態描寫,一群白鴨在河上向前游去 第二例,作者聚述時間慢慢消逝 他在那裡已經欣賞了一段時間 直至太陽下山的黃昏時段 他集中描寫日落的美景 陽光將白雲和青山都染紅色 太陽變成一個紅球,光芒逐漸收斂 四周的山、雲和樹木一片暗淡 這段描寫日落的景色是順著時間消逝而慢慢展開的 太陽和四周景物的色彩都慢慢發生變化 充滿動感,有如電影的片段 作者這裡充分發揮了隨時變景手法裡的變這個特色 第三例,這個是文章的結筆 作者城上文聚述時間慢慢過去 天色已經昏暗,城中亮起燈火 可見無色已深,開始入夜了 總括以上的討論 我們可以見到山陰道上的隨時變景描寫手法 很有特色 作者用精細的筆調 描寫下午、黃昏至入夜的不同景物 特別是描寫黃昏時太陽下山的景致 描寫出時間慢慢消逝,景物漸漸變化 色彩非常鮮艷奪目 光暗對比強烈 寫出迷人的美景 很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 練習 一 徐衛南山陰道上 運用隨時變景的描寫手法 有什麼特色呢? 二 試作短文一篇 用隨時變景的描寫手法 描寫公園早上 和黃昏的景色 全文大約150至180個字 額 飢餓 露 神 天